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KS看股 今天是2023年12月25号 也就是圣诞节 Christmas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今天还是有视频 今天视频就是大家很想看的 很多人问我几时要做 就是潜力价值投资股 我用我的币密价值投资策略 找到的跟大家分享 这些不是天天有 有的时候我会跟你分享 不是天天都有 我找到10多个 这个视频我会分享一半 因为下个星期又有Holiday 很多Holiday 下个星期1月1号 我再分享一半给大家 这个不用紧张 币密价值是长期的 你不要讲一个星期 分别会很大 它分别不会很大 看看免修生命先 给大家suspend一下 紧张一下 请注意 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 报导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 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 外汇指数股票 奇货商品 能源贵金属等交易 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 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圣诞老人已经送了红包给我们了 手套股有 Santa Cross Lally 圣诞节反弹 还有这个Gemmy Hobbit 如果你有玩也是有捞到 还有整年我们也有捞到很多 你要知道 我们有很多个 拿一半来讲 今天下个星期我们再讲 下个星期我们再讲另一半 我们首先看一下 Aziata Aziata我有讲过 那天 Aziata 今天视频也不要做太长了 大家在休息 大家在Christmas 在庆祝 在庆祝 就是在dinner 在外面吃东西 我正在讲也要去dinner 早上也去了那个mall 去了那个新的bevillain 去看了他还没有真的开完 我以为 早就去提阿里 去顿拉萨 还好啦 選错了 去到bevillain 不是不可以 你要去等下 不要讲 bevillain不好 人家骂我 但是他还是没有完完全全的 好像开完一百巴心 人也不懂 人也不懂 Aziata Aziata 好像在2.18这边 2.18这边 他可能要做底 想做一个底 Aziata 你要看 Aziata 他已经跌了很久 Aziata跌了很久 他有很多 新的发展 他要在外国发展 如果这些 发展 能 给他带来更好的业绩 他应该是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他也是赚钱的 他跌到很低 OK 所以 这边可能会有双底 这边 如果他能做成 这个突破0.31 688 证明他长期 是有机会上 做了双底 这个是大的 如果现在 他也做了一个小的 那个是长期 OK 这个比较短期的 他好像又做了一个小的头肩 你看到 有一个小的头肩 小的头肩 OK 如果他能站稳在2.48上面 他应该有机会回来 这个通道点 因为通道点 就是他的大的阻力 大的阻力 大的阻力 OK 所以他应该有机会 回来 这个通道点 就是3.1 如果他再突破3.1 他我们就看 就是要 我们就要看观察 下一个 下一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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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突破了3.1 就是这个双底 所以长期 我们就是这样子去观察 如果他跌破2.18 就不能了 2.18跌破就不能了 但是呢 他是很有机会做底 很有机会在这边 可能他开始做一个底 这个你要长期看 2.48很重要 突破 他长期他应该有机会回来 这个3.1 突破3.1 他应该还有机会在上 OK Extro Extro Extro现在他业绩很不好 他从亏 跌去 他先从赚 他的业绩 他的业绩 他的基督 基督的业绩 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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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一点呢 然后拉力 跌出来 如果会做得更好的话 他应该是有机会 银行给他5毛钱 现在他在3毛多 4毛4跟5毛钱 这个呢 他最大的主力在这边 大的主力在这边 然后在这个通道啊 所以他必须如果他现在 反弹要突破通道呢 很有可能 他的大的主力啊 最大的主力会是这边 5毛钱左右了 OK 小的主力呢 我们要看他第一个能反弹 第一个对他来讲啊 有机会反弹的 他他必须要突破0.435 0.435是第一个状 如果他突破这边 OK 他回调 再突破0.35就不好 OK 就不能 如果呢 他能长期啊 在这边 突破 没有跌破0.35 然后在这边调一下 然后他能突破这个0.435 然后再突破0.5的话呢 证明他是长期 可能这个就是要再低了 可能这个就是太低 FARMA跟DFARMA 讲一讲 DF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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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FARMA也是跌到很低 这个底看到吗 这个底撑过一轮的啊 这个底很重要 1块钱的 1块钱1块1的价位 很重要 因为上一次他在这边撑过一轮 所以他在这边反弹过一轮 现在他又回到重一个地方 所以会不会历史重演 我们看 我们看他现在做什么 他已经做了一个模式出来 有一个模式 就是有一个头肩在这边 如果他能突破1.29上面呢 然后长期的在上面跑 他应该是有机会啦 RSP还有给1.38 还有机会上高一点 我们量一量他的头肩 他的头肩 头肩的目标 应该有机会来这个啦 1.47这边 如果他能突破的话 如果他能突破的话 1.47这边 看看怎么样 等下 这个长期也是有机会啦 还有一个 FARMA 我们要看啦 FARMA 那天我有讲啦 他这个 他这条趋势线真的 是他的随语啦 这条我画的趋势线 够率了啊 穿穿穿穿穿不破了 我们至少要等他穿破这个 就是大好机会 他必须要穿破这个 穿破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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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道 还有就是 如果我们看这个 主力就是在这个 他能超过0.45是好事啊 OK 但是呢 他必须要站稳在 这个通道上面 这条通道 他不能跌破这条通道 跌破这条通道 跌破这条通道就很不好 很不好 这条通道 他不能跌破这条通道 OK 这条通道 他跌破这条通道 他就很不好 他没有跌破 但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还是OK 因为我对这个 FARMA 我觉得 FARMA是 他不能长期亏钱 他长期亏钱 他会害了很多人 害了这个 LTKT的资金 他会害到 BOOSTAT BOOSTAT不好他 就要害到这个 这个军队 LTKT 军队的退水金了 所以 你身为一个 怎么讲 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 他应该是 不会让这个 军队的退水金 惨败了 如果 我觉得 没有包了 没有包了 应该不会了 所以我觉得 应该不会了 一个政府是不会 给他的 军队的 退水金惨败了 我觉得 这个不是 投资建议 不是什么 这种客人看法 希望他能 能顺顺利利的突破 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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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道 这个通道太准了 我画到了 准到不得了 就是不好 就是 就是卡住他了 如果他能通过 通过就是好 好事 好事 OK DNEXT 我们要看下DNEXT 哎呀 我们讲了Pharma了 所以我们要改一改 这个Pharma 改过来先 我看看DNEXT 啊 DNEXT 他很想在这个 39剩这边做底 他上次 来过一次 推他上去 OK 但是有这个 有这个下跌通道 卡住他 所以他又跌回下来 现在他已经 突破了下跌通道 所以他就比较好 因为他已经 突破了下跌通道 可能他有机会 在这边做双底 他最大最大的主力在这边 最强最强的主力在这边 在这边 0.5 5毛千 是他最强的主力 如果他这个反弹 他很有机会 开始 他没有跌破0.39 他是应该有机会 回来这个0.45 最重要就是0.5了 如果他能突破0.5 长期他应该是开始 总会上去 现在 你看0.45 0.42 突破 第一个正装 再突破0.45 第二个正装 他去去上 再突破0.5 证明他是长期 他长期 他要去了 这两个很重要 0.42跟0.45 这两个他必须2% 就是很重要 还有一个 一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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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因特斯 要 啊 一面子也是在一个低位 啊 它已经跌到很低了 它曾经最低是33仙 所以现在它已经跌到 23仙 现在它也跌到3仙 那天也跌到32仙了 所以它蛮低的 现在它可能 可能 Maybank有给50仙了 我们在等它做这个反弹模式 暂时我们看看它的这个 但是它还是很弱 现在可以 这个它还没有真正的有反弹的这个症状 但是我跟你讲 它是在一个低点 它也没有真正的做出这个 真正的反弹的症状 但是它是在一个低点 这个要长期 要时间去观察 有可能它有机会回来 这个Maybank Maybank的这个价位 它这边开始有做个双抵 你看它价钱跌到更抵 但是它阿德萨没有跌到更抵 这个也许有机会 把现在它最大的阻力 我们看看在哪里 最大的阻力 现在它的阻力在这里 OK 第一个大的阻力 第二个大的阻力 就是 这两个 它有本事突破0.36 0.38 它是 也许是有机会了 还有Mr.DIY没有写到 还有FFB 忘记了 sorry 还有几个 我记得我会加上去 今天我会讲这几个人 然后下个阻力 我们再讲 如果有新的我们再讲 再讲 这两个就是它症状 它有机会 因为它在下点通道 它很多次它做 通道底 弹回通道顶 通道底有机会 有机会弹回通道顶 通道顶又是MBB 第一张的目标 所以这个是 你要看啊 有这个啊 小心着看 我们讲多一个Kobe Kobe跌到很低 银行有给2.38 所以现在才1.38 Kobe它还是一直跌 一直跌 跌到很够力 现在Kobe 我们也是等它做 反弹模式 它很重要的 主力在1.7 现在它在1.33 很重要的主力 然后这边有支撑位 这边有支撑位 支撑支撑 OK OK 它还没有做反弹模式 这个你要 你要时间 要时间去等 没有这样快 它还没有真正的做出反弹模式 我们看它 OK 所以 第一个重要的症状就是 它站稳在0.1.49上面 然后它站稳在1.19 它应该很 有机会 暂时会 只会回来1.7 突破1.7 可能还有机会继续去 但是Kobe还没有真正的做出这个 做出这个 真正开始做出反弹模式 它可能还会跌 所以这个 你要长长期 再看久一点 再看久一点 它是在一个低价位 要 要开始看 它不同 Aziata那些 Aziata那些已经 开始做出那个 底的症状 这个还没有 它是在低点 你要知道 它还没有做出 还没有真正做出来 它开始在低点 很多很多有些 已经做出来了 Aziata那些 Aziata那些 它开始做头剑了 OK Farma还没有 DNAX也是 开始 它开始有这个症状 要做底 这些还没有 Kobe还没有 Aziata Aziata已经有了 Aziata 还有几个 我们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再谈 今天 圣诞节 我讲过 我每天要做视频 所以我一定会做视频给你 OK 今天我们讲一半 下个星期一 我们再讲多一半 OK 祝圣诞节快乐 拜拜